强身必须健骨 早在过去 人们就饱受颈致病 腰肌老损 腰筋盘突出 肩周炎 骨质增生 风湿性关节炎 坐骨神经痛 等各类颈尖腰腿疼痛所折磨 所以 古人就在探寻 强身健骨的养生之道 费尽周折 终于 古代医学家有言曰 高药能治病 无数汤药 用之得法 奇想利应 五金药 一两高 高药想达到一定疗效 必须有一定的浓度 药物成分也要在六十位以上 疗效才能得到保证 现在 由于人们的生活节奏快 工作压力大 出现许多职业病 人们为了治疗各种疼痛 用尽洪荒之力 每天早晚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出现各种锻炼 暴走团广场舞 这些方式 不能从根本上 治疗各种疼痛 各大药店所受西药 大部分含激素 止痛药和化学添加剂 根据权威数据显示 患颈腰椎增生 骨骨头坏死 滑膜炎 尖周炎 其风湿性关节炎患者 占全国总人数的18% 吸发病率高达20% 患者群体约有2亿多人 其中8000万为重病患者